好 下一位就請陳偉業作兩分鐘的總結 主席 正宜 剛才我所講的 有沒有利益衝突是否公正呢 不只是自己看自己 香港的利益監察相對是弱的 外國很多的議會 你作為一個民選的議員 你已經要將你的商業上的 所謂的股份和資產 要由信託管理 香港就無需的 那些高官有些都無需用這樣的安排 所以香港的規管 和一般的民主議會比較 相對地是寬鬆 過去很多的問題 有沒有利益關係 好像你這個劏房波 團隊波 他就說自己沒有關係 賺了個千萬 但是你是會令到受影響的市民的憤怒 譬如你作為局長 你自己做了一些決定 你自己有利益 就賺大錢 接著要收別人 被你收地 那些因為你賺大錢 而更加情緒上的憤怒 等同你一樣 主席 今天有很多人在外面聽著 很多人是很強烈反對東北的發展的 他就說 這個委員會的主持 原來和辛雄基利益有關 你是給多一個厚實的市民 就回這個工程 將來那個反對 更加令到他們的情緒 更加激動和不滿 你是給予我們進來 在某個程度上 你們沒有理由蠢到保皇黨和政府 沒有理由蠢到 經常給予我們反對派進入你們 你們應該自己清除地雷 好好地做好去 我們沒有口實 現在不是 我們一落去 劏房波、團地波 吳亮星、辛雄基的走狗 那些人會這樣說 不是我說 市民會這樣說 像石禮謙一樣 二十多間公司的非執黨 你的問題就是 當你有利益關係的時候 就構成一個口實 構成市民的反對 你們憤怒的聲聲之火 可以療完 你們小心了 好